基本电学欧姆定律 德国物理学家欧姆,其实在实验中发现了 如果温度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同一个金属导体两端通电的电压跟测量到的电流 彼此成正比的观念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欧姆的这个发现 它是一个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对于相同的导体 事实上电压电流成正比的观念 而且电压除电流固定为定值 也就是电压越大的时候电流也会随之变大 所以后面我们在定义电阻的观念时 为了纪念欧姆的发现 我们就把电阻的单位定义为欧姆 那这个欧姆的单位写成オメガ这个 所以它指的就是 如果要通过这个导体的单位电流需要电压有多大 所以欧姆定律写的等式 会写成V等于I乘以R 这里的V指的是它的电压 那I指的是电流 这两个是成正比的观念 那这边的电阻是后来我们在借由欧姆定律所发展出来的 因此在解释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讲欧姆定律要写成这样子的情况 它跟我们在讲电阻的计算 等于V除以I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在写欧姆定律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它写成 V等于I乘以R 这样来解释才会比较符合欧姆所发现到的结果 虽然在数学上意义是相同的 但是在定义上是不太一样的 那大部分的金属导体跟石墨都能满足欧姆定律 也就是会发现到 金属导体跟石墨 它的电压电流都会成正比 那都会在 整个关系图上会通过原点呈现斜值线 虽然不同的金属导体或石墨 它产生的斜值线 并不一样 那是因为它的定值是不同的 那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就称为欧姆式导体 因为它会符合欧姆定律 那另外一类的导体呢 它事实上 它通电的电压跟电流 并没有成斜值线的关系 它会出现一个 非线性关系 因此这一类的导体 我们称之为非欧姆式导体 比如说LED灯的发光二极体 所以我们要知道导体并不一定都会遵守欧姆定律的结果 可是大多数的导体 也就是金属或石墨是符合的 但是像这边图示上的 这是LED灯的话 它事实上是不同的 或者是非欧姆式的导体 都会不见得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要测量某段线路上的电阻 我们就只要测量出它的电压电流 经过计算就可以推论出它的电阻值 那计算方式就是说 我们记得要把安培剂跟电阻器进行串联 来测量正确的电流 要让伏特剂跟电阻器 以并联的方式连接来测量正确的电压 这时候所得到的电阻值就会接近它的理论 因此欧姆定律一般用在 我们电阻的测量上是非常重要的